听完了师父所说的三世因果十二因缘 不晓得您获得了什么样的启示 那么在上一集里呢 师父也提到了 说其实人生就是在受着货业苦的果报 那这个货业苦跟十二因缘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摄影法师 师父您好 你好 是 师父您讲那个十二因缘啊 谈到怎么样的段无名啊等等 让我们获得了很多的收获 不过您上次又提到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货业苦啊 您说人生就是因为迷惑所以造业是受苦 那这跟十二因缘的观念好像有点相同是不是 其实就是十二因缘一定是跟货业苦 这是年代的 而确实呢 根本就是同一个东西 不过把它分裂了 我们人生的过程 就是这一生来讲 就是生命的现象的一生来讲 这是一个苦的结果 同时呢 在受苦的同时啊 又在造业 为什么 明明知道受苦 为什么又要造业 那就是因为直接没有智慧啊 没有智慧 我们叫它作为 活 疑活的活 也就是无名 因为没有智慧 因为没有智慧 常常有颠倒界 一苦为乐 一得为舍 一舍为得 都是电倒的 还有苦中作乐 那像这种呢 还是呢 以无常为常 那都是电倒界 这电倒就是活 活的就是疑活 这个疑活 疑活实际上 这个上面 不一定要加个疑活 这个活着实际上 就是一个烦恼的总名称 也就是没有智慧的意思 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烦恼 是 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烦恼 因为有烦恼 所以早一 因为早的一 最有结果 结果就是什么 苦的结果 这个是呢 这个人 在这个 生与死之间 在一生之中 也可以感觉到 不一定要通过善事的 那么但是呢 如果是通过善事来看 也更明确了 那过去 过去式的 过去式的 无名 而造成了 这个 这个造业 一路无名 所以造 有行为 有了行为 就造业 造了业 就是 到这一生 收果报 是 那这一生 收果报的同时 又有 因为无名 因为无名 所以是呢 拼命的 拼命的取 拼命的争取 这个取的里头 就有 种种的 取 有取的什么 取福报 也取呢 对报 那其实 报是在未来 而不是在现在 它取是取的是什么呢 取的是 一的一种 一的一种事实 比如说 有的人造罪业 有的人造福业 造罪业 我们讲 就 叫做十二业 如果是造福业呢 那就是 十三业 也 修十三业 就是福业 修十二业呢 就是 就是叫做 业业 十二业 十二 十个 二业 或者十个 善业 对 十个二业 十个善业 其实 十个二业 跟四个三业 就是相对的而已 所以四个二业的 杀 杀生 偷盗 血淫 亚色 恶口 妄语 其语 然后呢 再加上三个心理的这个现象 就是贪 吞 女子 如果是 十三业呢 不杀生 不偷盗 戒杀 放生 不偷盗 还要做不实行 不实 不学淫 还要帮助人家家庭 能够和乐 和谐 然后呢 不忘语 还要赞叹 不两舌 还要教人家 能够和好 不其余 不说那些无聊的话 而是 还要说 这个 非常啊 正确的话 恶口 不骂人 不骂人 还要用啊 种种的 这个 这个美言 那这个 这是相反 是 那么另外呢 不贪 不贪 还有 有侍舍性 要有奉献的性 不称 还有慈悲性 那不愚痴 还有智慧性 这个相加呢 就变成了 十三业 十三业 如果 希望下一生 还有果报的话 那 那就是 有漏的善意 有漏的 想是享受 想完了以后呢 比如说这个福报 种了以后 下一生 准备去 寄收那个果报 是不是 下一生 也可能 几生之中啊 把那个福报 全部享尽 有的人升天 有的人呢 就在人间 是 那在人间 天上 把福报享尽了 那直接就变成穷人 那这个呢 就是 我讲的 活 也 苦 为什么呢 又叫苦 你造的种种 善意也恶意 还是苦 什么意思 造恶意 一定是苦吧 造善意 善意 结束之后 果报结束以后 你又回到啊 是 这个 没有负的时候呢 又是苦的 苦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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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生 苦的 显前 那么这个呢 还是 这个 没有 没有的解脱 是 谢谢师傅开示 所以从师傅的开示里面 我们想到了一句话 就是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不过呢 这还不是究竟 究竟的是我们要做 无漏的福报 那什么叫无漏的福报呢 那也在下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在上集里 师傅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 获叶苦 也告诉我们 人生有什么样的 十恶业 跟十善业 那师傅也告诉我们 如果你奉行 十善业的话呢 其实 这个还是有漏的福报 那什么叫做 无漏的福报呢 让我们继续来 请教圣源法师 师傅您好 陈小姐好 是 师傅 您说 就算我们做了 这个十个善 十个善业 可是我们还是 没有办法 能够解脱 这个货业苦 还是在这里面轮回 那您说 这就叫做 有漏 那什么才是无漏 福法呢 是要讲 空 无我 无常 这是基本的原则 空 无我 无常 这个三个 基本原则呢 是连贯性的 我们一般的人呢 为了自我 为了自私的目的啊 可能造恶 这是现前的 目前的 捞到就好 这个不管怎么样 卸下手为强 能够得到的 能够强盗的 不管用什么方式 能够到手 就是啊 就是 就是自己好 这种自私的方式 我们叫做恶意 嗯 相反的 就是自己呢 要做好事 这个目的是说 养二方老 寄国防鸡 物事啊 为自己造福田 这是种了福田 种了福田以后呢 讲来说 这个田里面会长出 更多的更多的东西来 一本万利 这样子的时候 自己 未来的话 就有很多的 这个福报 或者是呢 做生意的时候 先下本钱 或者比如说 养鸡 养鸭 先给他喂 喂 喂大了以后 吃鸡蛋 吃鸭蛋 甚至于吃鸡肉 吃鸭肉 那么像这种情形 这都是叫做啊 有漏的 这是有漏 为什么叫做有漏啊 你修多少的 福报 结果呢 你还是给他用掉多少 直接就有漏 你正在修福报的时候 就是准备要用那个福报了 那甚至于 或者是一边修福报 一边呢 在用那个福报 就等于说 今天存款到银行 今天又 把期出来多少 上午存 下午就提 或者是今天 明天又提 银行里头 永远呢 发现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有钱进去 又出来了 有钱进去 又出来了 这银行里边的 你的存款呢 不会呀 这个多的 那无漏的意思是什么呢 无漏 是不为自我的利益 而做所有的一切的奉献 修一切的 这个慈悲心和智慧心 修慈悲 修智慧 是不宜自我为中心 那叫做无漏 所以呢 造福音的时候 行善的时候 行善 没有求 希望回馈 还有修智慧 他没有想要 自己很快啊 就能够解脱 或者是呢 成佛 这是说 这顾耕耘 不愿收复 这顾耕耘 没有想到要收复 这是说 付出付出的 就是啊 自己的本分 自己的责任 就是付出 救众生 吃不了 救众生而已 并没有说 救众生 下次希望众生来救我 那 我在修佛 也并没有想 希望 佛与菩萨啊 来给我特别的啊 优惠 或者特别的啊 照顾 我只是修佛 修佛的行为 修佛的持绝心 修佛的智慧心 那就是菩萨心 修佛菩萨心 并没有啊 就是期待着 菩萨与佛 要给我 又会 给我 怎么样子的 好处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都叫做啊 无漏心 是 无漏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 这个付出 一边付出 一边收入 一边付出 一边收获 收获是个急 付出 我也是内急 这个都是基于什么 我 这个立场 是 那么我 一刚一开始就讲 付法的基本原则就是 空 无我 无堂 我们修一气行 一气法 都是啊 空的 什么叫做空 我们叫三人体空 有这么一个名称 我们对众生 不管是你 你布施他什么 你用钱财布施 你用你的智慧布施 或者是啊 你用你的体能布施 或者是你用 人际的关系的 社会关系来做布施 你都是做的布施 做的布施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关空 关什么空 没有 我在布施 也没有众生呢 受到我布施 也没有呢 我和众生 这个说 产生的布施的行为 和布施的东西 这全部啊 关空 为什么 一气都是因缘而 而形成的 什么叫做因缘形成 众生需要 我能够提供 而真有这些东西提供 因缘合成呢 那就完成了这个 布施的一项的 这个行动 那做完就是没有事 没有说我今天不是的众生 众生将来也不是我 我说是我心里想到 我做了这么多的功德 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成就 不谈这些 不想这些 这叫做空 这叫做三轮呢 三轮的意思是说 一个是 我 你 以及中间呢 产生的这个 事实 或者是行动 行为 那么这个三轮都没有 为什么 这是因缘 因缘合成的东西 是空的 本身就是空的 那 这是无漏 其实 这个东西过了就没有了 那就是无常 无常 空 无我 无常 是 这是无漏 谢谢师父开示 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空 无我 无常的道理 我想我们就能够得到智慧 得到慈悲 那么就能够真正的获得解脱 改变三世因果 那也非常欢迎您在下集里面 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那在上集里呢 师父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并且实践 空 无我 无常的观念 那么我们就可以种 无漏的福报 那么这跟三世因果和十二因缘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这样就好 是 师父 那您说我们要这个 要是在布施 或做种种功德的时候 要三轮起空 常常要了解空 了解无我 无常 那么 这样子可以种无漏的福报 那是不是 因此就可以得到解脱了 这跟三世因果十二因缘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之所以有三世 流转的因果关系 就是因为 有我 那个我是什么 十二因缘 每一个阶段都是我 十二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是我 我们如果能够关到 每一个阶段都没有我 从 知道 每一个阶段都没有我 没有真正的我 都没有真正的我 这是假象的因缘 凑合起来的一个我 那不是真我 那是无常的一个现象 既然是 如果说不是无常的 就不可能有三世啊 三世就是不同的时间嘛 一个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的 这个三世呢 有长的三世 有短的三世 所以长的三世呢 这一生 前一生 后 未来一生 这三世 这长的 对 再长的三世呢 过去有无量的生 未来有无量的生 现在这一生 这就是更长的三世了 那么短的三世呢 昨天的明天的和今天的 这也是三世啊 再短的 这一面的 上一面的 下一面的 这也是三世啊 这三世的时间 构成了我们生命的连续 的现象 这我们叫做无常的 由时间 时间在流动 我们的生命的现象呢 也在变 今天生 今天变成了老死 病死 或者生的时候就是 老病死 一起一起来 那人 你的生命 肉体的是无常的 心的现象 也就是精神的 也是无常的 我们十二一年之中啊 这三世 过程之间呢 全部都是 由于啊 无常的 这个无常的现象 精神的现象 的连贯 也就是呢 肉体的生命 或精神的生命 或者是灵魂 大家有点像这样子 这个结合起来 那成为我 可是这些我 是因为时间的结合 还有呢 因缘的结合 时间的因果 以及呢 空间上的因缘 还有呢 时间上的因缘 与空间上的因果 这个又是复杂了 对啊 好复杂 不要管它 就是说 人的构成 一个我啊 其实 这是时间 空间的相加 在时间 空间之间 产生一个 我的现象 还有各种因缘 还有因果 对 把它分散了 看呢 那就没有我的 那知道 无我 你知道 你就不会有 那么多的烦恼 的知足 没有烦恼 的知足 依照种种的意义 都是出于慈悲心 你知道 一起的现象 都是因缘所成的 因果的关系 那你这个就是智慧 有智慧呢 你也不会有烦恼了 有慈悲呢 你也不会有烦恼了 有慈悲 有智慧 这是没有烦恼 但是呢 因为有慈悲 所以你还是 很努力的在 修慈善 你 不照恶意 那这里头 也没有我 那这个就是啊 没有烦恼的 就是无漏意 嗯 照无漏的意 并不等于 马上就是得解脱 哦 嗯 为什么呢 是 因为 照无漏的意 就是不求回馈的 没有想到 去的回馈 可是呢 过去我们呢 的 依仗还在 或者是呢 无明并没有消 烦恼 这基础的烦恼 还在 虽然烦恼 不生起来 可是呢 内在还在 好像是个火山啊 没有爆发 那么这个时候 随时没有得解脱 但是呢 日记 越累 你老是啊 去无漏意 不求回馈 那这个火山呢 渐渐的渐渐的 它就变成了固定 稳定 稳定以后呢 它就消失它的动力 然后 这个火山又 从此以后再也不再爆炸 再也不爆发 这个时候就得解脱 是 所以沿江就熄了 熄了 就是烦恼就熄了 没有烦恼了 这个时候就解脱 一定是烦恼断尽 才能够得解脱的 所以造无漏意 对定就是得解脱 可是呢 造无漏意是解脱意 名字叫解脱意 为什么叫解脱意呢 是 是因为这个 可以得到解脱的果报的 是 叫解脱意 因此我们呢 绣无漏的解脱意的 最好的 这个方法 就是呢 慈戒 修定 正当智慧 慈戒 有两层意思 一个 不倒是恶 要倒是善 是 这个 慈戒 要吃善 然后呢 修定 修定 就是灌十二应养 本身就是修定 是 当然 还可以用其他的观音方法 那修智慧 修智慧就是 首先呢 要知道 我们十二应养 过程的 生命的 一个过程 一个生命的现象 没有我 那就是智慧 这个叫做文慧 然后呢 要观慧 就是观察 观色恩怨 本身 就是观慧 然后观慧 观到最后 这个体验到无我是什么了 真正的 实际上体验到无我是什么了 这个解脱会就出现了 是 这个时候真的是解脱过 是 谢谢师父 实践 修定 增长 智慧 相信您一定常常听到 您不妨也实践看看 都欢迎您在下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